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紫耀事情所 我是Candra 山卓拉 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我的好朋友 Jack 嗨,大家好 Jack 他曾经是技术人员 那他现在是一家跨国公司的一个 founder 那他们呢,这个公司已经存活了五年以上 所以我们根据统计喔 就是说100个人里面有90个人都想要 曾经有这个念头想要创业 然后在第一年的时候呢 其实有90%的人都已经game over 这样子 然后只有百分之 活过五年的只有1%的公司这样子 所以我们今天想要来请Jack 来分享一下 就是他当初怎么会想要从技术人员 走上这个创业这一条不归路这样 真是不归路 大家好 就我们公司是TG3D 然后我是共同创办人 就是我们的 founder 是另外一位比较年长的人 那我是负责产品跟技术部分 那所以我是共同创业 那我们一共有三个人 然后我其实以前就是 就是我早期是Engineer 然后在大公司上班了可能十多年 对 然后都是在那种就是比较大的上市公司 然后做过硬体、软体、APP 这样做过 那其实我在早期 在大公司的时候 我就已经从工程师转到做产品经理 所以其实应该是从那个时候 我就已经对于这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 就是说 我以前就是在 尤其在我们那个时候 那个年代 就是技术背景 或者像我那时候是self-engineer 比较被当成是一个工具 那所以其实对于产品策略 商业模式 或者说这个产品到底退到市场以后 到底有什么样子的user feedback 或是说到底它具体具备真正的产品创新性 或是说商民用性 这些我们以前那个时候很难得知这种东西 所以其实在几个案子的 做完以后停职以后 我就觉得说 所以怎么好像开发软体 都没有看到一个很好的市场效果 就觉得好像 就是可能感觉好像自己的努力有点 就看不到成果这样 那所以其实我那个时候就 决定说好 那我要往前走 就是我要对产品端 看看说这个东西 到底产品经理 或是说在sales端 他们怎么构筑一个产品 然后怎么去设计一个产品规格 所以那时候我就去内部去应征了产品经理这个职位 他就内部的转调 对 所以其实从那个开始 我有从engineer 转到 产品经理 然后做到比较多的产品策略计划 商业模式 research 等等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就奠定了这个 这个 这个 之后的创业转 因为那个时候开始做这个 你就会开始思考 为什么要做这个产品 这产品到底要卖给谁 他卖多少价格 他要怎么卖 然后他的competitor 所以当 产品的思维越来越强烈的时候 就一直在追求做一个更好的产品 更出色的产品 那几年磨练下来 然后 所以 到后来有这个机会 其实这是我第一个创业公司 第一个我跟几个朋友 也是想要做一个好产品 出去因为缺乏了商业模式 也是 就是那个99%的时候 也是有跌过脚 第一个比较倒了这样 第一年 然后 然后后来 再用累积一点实力以后 比如说钱啊 就累积一点 然后到这个 我觉得其实创业除了钱之外 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没钱还没做 哈哈哈 哈哈哈 那你 你其实应该是说 钱 我的意思是说 你要想办法 让这个东西先活下去 对 要先存活 这个是第一个首要条件 因为你活下去 你有再多的技术 也是没有用 对 所以 一个好的商业模式 是必须的 对一个工业 对一个创业公司来说 你这个东西到底 商业模式是什么 那你商业模式不是说 我一开始就要赚钱 假设你的商业模式说 你的口袋够深 或是你找到金属 嗯 这个东西可以让你 这个金资金可以让你撑 比如说五年 嗯 你都可以持续的开发 优化 那你就 然后你在第六年准备去做爆发 这是你的商业模式 因为你做的可能是一个很深的 比如说你要做一个深化的东西 医学的东西 或像我们要做这种平台的东西 它需要很深的技术基础跟陆局 对 所以它不会跟你说你 你如果早上从我半年一年你要return 那基本上你应该在一开始就死了 因为你会受到 资金压力跟你这个东西不够扎实 这个拉扯 所以很快就死掉 那所以我指的钱重要是说 你必须搞清楚你的商业模式 以及你的资金可以撑多久 那再决定说好 那我这个产品可以怎么做 对 所以 所以我们当时候做这个时候 其实我在加入 因为我是算是第三个co-founder 那我们那时候在跟founder 跟另外一个partner 在台湾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先确定说 我们今天到底要做什么 我们这东西多快要开始赚钱 对 那所以我们做的东西 这东西是一个做一个未来的数位服装的一个整体的平台 那这个东西要做数位化工具 要搭配软体硬体 要搭配云段的东西 其实它的技术体很深 对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一开始就是 我们的整个的董事会在决策上就已经觉得说 对我们的钱有这么多 这样子好 那我们前面要投资80% 在R&B 在R&B 在research 那后面才开始做这样的回收 所以其实我们在一开始就已经谈这个 那我们之所以可以 呃 撑五年 不是说怎么样 就是这一切在规划内 就是说我们 就可能一开始其实 在前几年的布局 还有plan 都已经stay up 这样子 就已经决定好了 然后当然我们过程中 一直还是要有revenue 因为那些revenue 比较不像说你要让公司转亏为益 比较像是说 你去验证你的东西 是不是真的有人买单 他用印象多少钱买单 那也对于做产品来讲 对对远方来说 你会知道这个东西 做对还是错 嗯哼 因为你有可能你连一个都卖不出去嘛 对 那就代表你根本就做东西 就算你五年后六年后也没有 大约粉市场没有这个需求 对没有这个需求 那还蛮好的是我们 至少知道这个东西有人要 那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对 那所以其实我们到今年明年开始 就是一个希望这个马步敦穩了 以后要开始成长的一个事 对 那所以说 我觉得对于公司来讲 第一首要是要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 你搞清楚你的资金可以用在哪里 用多久 然后再来 第二个就有一个好的团队嘛 对好的团队 对所以其实团队要选的人 我们都是凌缺勿乱 所以其实我们在 我们在对啊 在整个面试过程中 包含本身技术能力以外 还要有他们对于创业精神的掌握这样 对那 那所以其实在面试员的时候蛮严苛的 那 所以 第三个可能 我自己个人觉得是 整个公司文化的建立 对 所以我们其实从一开始像 认识Sandra的时候也是 我们的氛围 我们的那个其实都是一直属于 比较 我都比较倾向我用我 我们原本 我们用米解开 然后我用的一些 产品设计思考模式 也是比较偏 比较美式一点的东西 那所以其实我们整个的公司 不管在创新上面 在容错 容失败的这种容忍路上 或是像比如说我们 主管跟员工之间 我们其实没有太大的 隔统 所以其实公司文化是比较透明一点 然后大家有话就直接讲 那真的东西做失败 做什么 我们直接去检讨 失败的原因去看看 对是不对的 对对 那其实我们这个文化之下 每一个人 比较可以发挥他自己的所长 然后也比较不会 畏畏说说 害怕做什么事情 不敢讲 对 对 那所以我觉得 如果要挑三个最重要 当然就是这三个 嗯 OK 了解 那如果说 现在如果有人要创业的话 嗯 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呢 他们要怎么样去评估 我到底是不是真的创业 嗯 我觉得创业成功失败有很多种原因 对 然后每一个人的原因也不见得就是 每一个人的做法不见得是黄金主则 嗯 那我可以分享我自己怎么看啊 就是所以我可以分享我的经验 那各位可以按照自己的状况去思考 对 像我第一份工资的时候 我第一个创业工资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 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会做产品的人 嗯 我觉得我对于产品我对于商务 我很清楚 对 那所以我找了一群 设 就是我还是需要设计人才 我还是需要很强的 engineer 所以我找的人就这两种 嗯 那 但是我少了是什么 我没有很深的口袋 OK 然后我没有 我不喜欢应酬 嗯 我不是一个 会一直去 继续跟人家打交道 但是我的 我的这种业务的 扣展能力没有那么强 所以 我那时候很很快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个很不错的产品 但是我其实推不出去 我也不知道找谁推 嗯 然后甚至是我遇到的评价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要找谁 嗯 嗯 那所以总之收起来 那在这个公司成立的时候 然后我在评估创业我就变成了 有一个比例 就是第一个我要找跟我 可以互补掉我 不足的地方的人 对 所以我的partner 他是 在台湾的Zurik 他是ABC 他英文能力非常好 嗯 他的业务 他的 他的收集能力也蛮好 哈哈哈哈 所以他这方面很出色嘛 对 那他对于产品判断的 他也很懂得说 诶 这个 这个业务需求 怎么转换成 产品跟团队可以接收的需求 所以 等于说 对外他很擅长 他很会管理客户 他很会开拓客户 那对内我就 我就可以专心的对内 对 所以其实是一个嘛 那资金部分 我们当然就找到另外一partner 他就是资金雄后 对 对 就等于说 一个很好的 marriage 对 那 这是一个人 选人的部分 那第二就变成选题目 嗯 那我觉得题目对我来讲 是我在创业过程中 觉得第二重要 人对了以后 题目要很对 那 我自己觉得 台湾人 擅长的题目 有限 嗯嗯 就是如果你今天说你要去做 嗯 social media 或是你要去做那种 比较是 西方那种 那种 就是你可能看很多西谷故事嘛 然后觉得哦 大家所谓做的东西 就好像很紅 这样 对对 所以你要做个facebook 你 你第一个他人的那个 那个 市场跟vision 没有到那个程度 说真的我觉得 那是一个程度的问题 对 一种事业吧 一种事业 就是说 不是我们没有技术能力 而是 你想不到那个层次 你没有办法跟他一样去 美国人 或是在美国那个环境下去 做到那样子的扩展 那我觉得就像你做一个很好的产品 你可能只有两个下场 一个是被买走 一个是被学走 嗯 那 那带你肯做得出来 对 但只是说 虽然我 我不是说我们永远不会有机会 而是说 是适不适合你的问题 这样子 那台湾人其实擅长是什么 我们技术很深 就是台湾的engineer 其实已经 那台湾的技术人员 不管是engineer sovere engineer 或是设计人才 其实在整个国际间是被认可 是真的 对 那不然不会大家都来玩这件事 因为你又好用又便宜 对 又loyalty 对 那我自己的感觉也是这样 因为我们接触了很多 我们公司有在大陆 在韩国 在香港 其实你自己会知道说 哇 最强的还是在台湾 那 那 我们就会觉得说 我选的题目就变成说 第一个要符合我们的文化背景 然后再来是 有一定的门槛在 对 这个年龄还是有关 比如说 年轻人我会觉得 你就反正你不用想太多 你想做什么去做 反正你就不要花太多钱 就不要掏自己太多钱出来 烧就好 你要做很多尝试都可以尝试 但是因为像我的 因为我第二个创业 而且我已经有一定的年纪了 所以 也有家庭 对 然后我在选择题目的时候 就变成说 我会选择有一定的门槛障碍 对 不是那种说 今天一个大学生毕业 他说 欸我们来做这个 例如说去卖鸡排啊 或者是去 那你如果 你如果可以做出超好吃鸡排 大家都学过 那我给你门槛超高的话 对对 像这种卖鸡排 或者是什么 进入门槛很低的人 其实很容易就挂了 这样子 对啊 比如说有些会做 类似说 好我做一个 比如说我去卖 我做一个 卖东西的平台好了 对 那可能 一堆已经一堆产品了嘛 9BAPP啊 然后什么 大概都做 然后 然后如果一个会写网页的人 会驾站的人 他可能也做得出来 对 那我就会觉得 不是说他因为失败 只是说他可能 卡佩尔会相对很多 对 然后你要真的脱颖而出 你要花很多的协力去做这些事情 嗯 你还是有可能成功啦 对对对 只是 所以我就说 OK这不是由每个人 是我自己选择的时候 我会有一个 呃 这样的评估 就我觉得 进入门槛要高 然后符合我 我现在自己的这个年纪跟背景 然后再来就是找到对不对 对 所以其实 做自我评估 自我需求的评估是很重要 嗯 不要看别人 那个好像做得很好 你就跟风这样子 嗯 很多 他做得好不代表 你可以做得跟他一样 或者是怎么样这样子 嗯 所以先了解自己的一个状况很重要 这个Jerry唱的 哈哈哈哈 这也是我看过这么多人 我的心得啊 对对对 男人精准的 对对对 好 那我们谢谢Jack他的分享 谢谢